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要与你分享有关天国的事 我相信人活在这个世界里 都知道这个世界总有一天是会来到一个结束的 对信徒来说 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等于人类历史的结束 也就是上帝而遇被提的日子 对非信徒而言 即使他们不信有基督或不认为基督就是上帝 大部分的非信徒都知道 人类总有一天是会面临世界末日的 但是有多少人会真正去思想或关心有关永恒世界的事呢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24章37-42节 罗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家去 直到罗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人推磨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 来到 基督在来的日子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我听说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说到这句话 他说基督在来的日子是好消息 但同时也是坏消息 分别就在于你站在哪一边 对上帝的儿女来说 能够被提升 能够面对面的看见上帝 能够去到那儿 再也没有死亡 悲哀 哭泣 痛苦的天国 那是好得无比的事 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消息了 不是吗? 另一方面 基督在来的日子 对那些不信主的人来说 真是非常坏的消息 因为那意味着他们一生 忙碌追求的东西 就马上变得毫无价值 并且将要进到那永远受尽折磨 哭泣的地狱去 那是何等可怕的事实 但是我也认为 基督来临的那日 不只是好消息或坏消息 同时也是这样非常伤心的日子 怎么说呢? 若见到你所爱的家人 所关心的亲朋亲友 不再有得救的机会 你会不会伤心难过呢? 那一些一生追求名誉 金钱 偶像的人 突然间发现自己辛辛苦苦追求的东西 反而叫他们进到那永远的地狱去 那他们也必定会非常的伤心 第二 当我们进到天国的那日 我们也必定会遇到一些在我们惊讶的事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 我们认为是没有得救 他们却出现在天国里 或许他们没有口里向我们说明 他们是信主的 但是借着我们为他们的带导 借着我们在他们身边生活的样子 我们爱主的心与表现 使到他们在心中已经默默地承认 主耶稣就是上帝了 另一方面 有些或许是我们认为非常爱主 也常常侍奉主的人 在天国里反而找不到他们 让我们再来读另一段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 凡称呼我 主啊 主啊 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之义的人 才能进世 当那日 并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凤里的名传道 凤里的名赶鬼 凤里的名行使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这经文听起来 会不会非常可怕 其实不会 上帝是见识他人心的上帝 他也是爱 是远远的上帝 我们个人都会知道 我们是以怎样的心态 来侍奉主 面对主 跟从主的 所以我们必定要查验 并且得到坚固的得救和取知 第三 当认识是时候 我们要如何实际的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呢 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 有妻子的要活像没有妻子 换句话说 我们活在地上的日子当中 我们最关心的东西是放在什么呢 是放在天国的实际上 还是放在物质的享受呢 圣经也教导我们 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主 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 跟从主背起十字架的价值何在 只有看到跟从主的宝贵 跟从主的重要性的人 才会愿意变卖一切来跟从主 也实际的在每一方面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上帝的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盼望我们能够像西门彼得一样 宣告 主啊 如有永生之道 我还能跟从谁呢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